現在來進行這一本 Progressive Steps to Single Passion for the Modern Drummer 這本教材第六課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就是三連音 跟前面的五課都不太一樣 各位可以注意到這個三連音的上方 有寫一個小小的數字3 如果沒有這個數字3的話 在技術上來說 它應該算是三個連續的八分音符 有3跟沒有3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如果有一個3的話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個 四分音符的時間值被三等分 很多人都會犯這個技術上的錯誤 就是在寫譜的時候不小心忘掉那個3 有的時候我也會發生這種事情 要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這組三連音的打法 其他的影片裡面已經有分享跟介紹過了 這個三連音有幾種打法 第一你可以用交替的 右左右左右左 或者是右左左 或者是左右右 或者是右右左 或者是左左右 那今天我們先用最簡單的打法 就是右左左 當然等一下也可以用左右右 用右左左的話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在今天第六課的這個練習裡面 每一個音的開頭都是同一隻手 假設我用右左左的話 那很容易形成一種概念 就是右手來帶領整個節奏的進行 例如第一行 第一行第一組三連音 我就用右左左 然後第二三四拍都用右手 會變成這樣子 就變得非常簡單 這是比較容易的打法 我們直接來進行這個練習 等一下我就不報第一行第二行 今天我想要專心一點 1 2 3 4 是一陣子 一陣子 現在的版本 四五 Schlgen 一旦 三 三 一個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到剛剛第15行的第一個小節 我搭起來有一點飄 其實是蠻飄的 現在來進行的是第16個小節的exercise 不是第16小節,應該是說後面有一個16小節的exercise 1,2,3,4 1,2,3,4 2,3,4 2,4,3,4 接下來我來示範一下 如果用左手開始的話 三連音就會變成左右右 這個打法 我現在只用16小節練習來示範好了 這個衝頭打起其實差不多意思 但是有一點花時間 來16小節練習 從左手開始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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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1,3,4 從頭到尾來交替 不管你打的是三連音還是四分音符 反正前面一個音是右手 下一個音就是左手 那這樣的練習會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例如第一行 這個三連音是在第一拍 所以打起來會是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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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斷的每個小節的開頭都是右手 到了第二小節會變成右左右左右左 就是第二拍的三連音會變成左手開始 會跟前面的這個第一行的練習是相反的 那接下來就會這樣子反反覆覆 有的時候三連音是右手 有的時候是左手 這個練習會等於 像是把剛剛前面兩種練習混合在一起的感覺 會去挑戰你的左手起跟右手起 盡量讓它聽起來的聲音是一樣平順 實際上是有點困難的 1,2,3,4 又一直站起來 Each個是一定的標準 transformed 迪 披錶 右手 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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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